詞曲 李宗盛 徹來賣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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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有可以出國比賽這個訊息 然後自己就覺得 很想要知道 國外人怎麼騎車 然後 然後也覺得出國比賽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然後也是自己也是一個騎車的一個目標 然後剛好直到TSR有這個機會讓C組學之後出國比賽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在這次確定我可以去日本挑戰的時候 當然自己非常開心 然後也覺得非常的興奮 終於有這個機會 所以自己當然是也把這次的目標 就是希望設在前流 這次出國到日本 然後原本是也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樣 然後外面比賽會是怎樣的情況 所以這次真的已經到日本的時候 然後剛到賽車場的時候 其實自己本身是感覺 欸怎麼好像在台灣一樣 就都是車啊 然後大家都下場練習這樣 然後直到晚上吃個飯 稍微逛一逛之後才覺得 欸自己好像真的到日本 然後看到那些日本選手 然後就覺得那些日本選手 從下場練習下來之後 然後都是自己車手本身去調整自己的車子 不管是秀車換輪胎 什麼都是自己的 而且他們都是用手動的 然後都比較沒有像那種 台灣都有那種氣動啊什麼工具那些 然後而且他們在車樣調教上 看得出來他們非常精細 可能也是因為自己要騎的關係 然後他們就連輪胎裝好 都會把它平衡 這讓我覺得蠻驚訝的 也看得出來他們對自己的車要求的精細度 是非常好的 然後就這次去 就有看到日本選手 他們就真的就直接住在賽車場 而且早上一去就發現他們 大家就在廁所上面刷牙 然後整理東西啊 然後又有一家大小 爸爸媽媽帶著自己兒子來比賽 然後弟弟幫哥哥計時 然後爸爸媽媽教他路線還是怎樣 就看起來真的非常的趣 然後感覺跟台灣這種 比賽的就是這樣環境啊 這樣相較起來 日本就感覺他們非常溫馨 然後輕鬆 但是他們又很努力的看待這場比賽 其實日本比賽之前 其實自己在網路上啊 看一些影片 其實都已經開始 對要去比賽的場地 已經有在研究了 然後對於那些彎道的特色啊 其實自己心裡了一個底 但實際到那邊之後發現 其實那場地算蠻小的 而且彎也有一些坡度啊 所以真正去騎的時候 跟影片上看的其實 已經有開始出現差距了 所以當我看到那個場地的時候 跟剛下去騎的時候 感覺又是全部重新來過 這次日本的場地啊 感覺它非常像台灣的季鮮 然後加安定的綜合版 對 然後感覺自己對這次日本的賽道 其實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可以有長時間做新教的彎道 然後又加上很多彎連在一起的 富二神彎道 所以對我來說 是還蠻喜歡這賽道的 這次預賽成績出來之後 然後就是排得不是很好 然後自己也覺得就 就是反正已經確定了 就只好在決賽中 還是把盡力表現出來 然後也不要因為說 預賽開不好 然後就怎樣之類 然後所以就把目標 就完完全全的轉到決賽 希望能讓自己的成績更好 然後這次預賽上就是 碰到一些問題 然後就是原本在預賽的時候 原本自己的計畫就是 希望能就是 前面有比較快的一些選手 然後讓我在後面 能保持一段距離 然後去做這個排位 然後這樣子的話 排位的秒數就會比較 快能夠達到比較好的成績 但是在剛下去預賽的時候 剛好前面的車就是 比較後面的選手 所以就是沒有跟到快的選手 所以排位上的就是 位置有點不太理想 所以就是排位的成績就 沒有這麼的好 然後後來又遇到了 鑽導事件 所以讓預賽的排位時間 又縮短了一大半 所以排位的情況 才會這麼的不影響 對也沒有達到 自己練習的時候 一個最大的速度 跟在這裡 好多的速度 有更多的速度 在這裡 會不會有更多的 本會的時間 會不會有更多的 稀釋 在這裡 來 我們在這裡 就是 出場車用的 好,好,好,好 好,好,好 644 有機會跑進前十名 救了一場嗎 如果你跑進前十名 我明天想辦法再帶你 如果你跑不進去的話 一夜茶就競賽 你當我在開你玩笑對不對 好 認真正好 決賽開始前老無由 給我一個非常關鍵的證明 就是決策 就是告訴我 比賽的第一圈要把內線熟住 然後不要讓自己發生轉倒的事 所以在他給我這個決策的時候 當下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好像有一點機會可以炒舌 但是我還是盡量的把它穩下來 至少讓第一圈是穩定的進行 然後再開始做超越的動作 所以當發現這個機會的時候 就開始確定就是希望能一台一台接著往前超越 然後當到某一個彎的時候 就是我當在做進行超越的動作的時候 發現好像可以第二台也可以進行超越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想說就偏看看吧 然後結果當到彎頂點的時候 剛好第二台車就是 剛好它還載我車頭 所以變成我不得不殺車 所以變成 殺下去 然後自己也就是 摔倒 轉倒 所以 才發生這次的轉倒事件 轉倒之後還是盡自己最大力量 看成績可以到哪裡 就是盡量的往前推著 然後但是 其實以前面也是 已經有很大一段距離 所以最後 成績還是12米完賽 我對這次的決賽成績 其實自己 沒有很滿意 因為當然希望可以更好 然後 可能是自己在超車上 有判斷上的失誤 所以才會造成這次的轉倒 然後 如果沒有轉倒的話 是覺得 是有機會可以再前進 然後或許可以更好 也說不定 所以 在這次的成績上 就覺得非常的可惜 在這次日本挑戰 全國大賽之後 發現自己對於那些技巧 然後還有心態上也非常大的不同 而且 看到 日本選手 的比賽上 對於那些文化 還有 比賽方式 也讓我看到非常多 所以非常謝謝 YAMAHA TSR賽會 讓我有這個機會參加 然後也非常感謝 順展車越 楊玉琳老闆 在這一年信心服務幫我做車 然後讓我有機會參加 這次比賽 也非常感謝 倍思義機由老闆 冠軍 帶騎乘技巧上的一些指板 這個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 這將是我比賽上的一個轉折點 然後 所以 希望往後 比賽上 繼續好好的幫我 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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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趟日本挑戰了 可能也就是最後一次了 我們吳亦翔選手 這個 我的感覺啦 說真的 這次的表現算非常不錯 雖然 就是摔倒啊 也是摔倒 但是 比我預期的成績好很多 那 非常可惜 沒有拿到獎盃 我把我的 這個交流 特別感謝的這個獎盃呢 留給 吳亦翔 做個紀念 加油 賽車是一個挑戰 今天日本輸的不代表什麼 未來 還有更多的挑戰等你 就怕你 就是 退縮 賽車是個勇人 好棒 加油 探查看 Strand 是 第二天 freely 看到條 溜了 感谢观看